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小宇 宋念雨 好久不見 今天很特別 今天起了個大早 大概三點就起床了 然後三點半開始裝髮 幹什麼呢 就是來拍攝我的第一首 第一波單曲 叫做《默念你的MV》 誰把話說開 第一次失敗 誰把誰推開 第一次特大出來 默念這兩個字是我自己 比較深層的個性 常常會做的事情 各種時候 時常都會默念 默念你 現在已經進行到下午的階段了 一大早拍到現在 然後現在是下午時間 現在幾點了 6點19 現在下午6點19 很辛苦拍MV很辛苦 但是很值得 導演說我表現已經好 很辛苦 總共跑了四個地方 四個不同的地方 有看起來像沙漠的地方 然後還有很多岩石的地方 還有一大片草地 枯草 這一次很重要的一個很特別 我覺得 比較可能比較少 可能那種很帥的那種對嘴 比較多是很深層的那種情緒 因為特別要強調默念這兩個字 很難得啊 因為一般遊客沒有辦法進來 進來要付錢 那今天為什麼我可以進來呢 我也不知道 這個地方你看 天然的沙漠 運運動 吃吃沙 吹吹海風 為什麼要找哭草呢 因為這個歌 默念你 我要表達的其實 比較像是 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這一次合作的導演 我覺得他很有想法 然後 他很認真 在歌詞上面 我覺得很酷 比較著重在文字上 然後給出畫面 想帶你去看海 在海的馬關 我等等 加油 身份我絕 好 最近很愛騎腳踏車 然後 腳踏車其實也是可以放空 然後當你有壓力的話 也可以釋放 那也是默念你心裡面 正在想的事情 同樣的概念 默念你這首歌 是我的第一首單曲 希望你們會喜歡 接著下來 會有陸陸續續很多的作品 和你們分享 期待你們也會喜歡 請教你的歌 請教練